HELLO 大家好我是Roe提將介紹堵阿里 以後進到來介紹的是14.20V五大上分神陣 這些會一次分享現行版本最強陣容 並且都是我跟各打精英反護測試 在參考數據而得出的排行榜 這次影片是我和我們DOC團隊成員小鹿共同製作的 還有在精英IG的攻略大家可以去關注一下 小鹿這次比賽成績相當亮眼 ABSC起手式練三以第二名芝芝成功晉級 讓我一起來看看他究竟採取了何種打法 才得以殺出唇尾 如果你有想要提前收到這類的戰棋資訊 或是想要單純的支持我們 製作更豐富的內容 都歡迎用小小的起手員加入會員收看 兩百間的會員則是可以收看完整的影片參考 像是我最近就是要出國 所以我的影片都是提前7天就做好 你們就可以完整的享受到這個時間差的福利 避開同行 頭頭上分 想幫名戰即交學的也歡迎點擊資訊欄再連結 預算一下沒關係 請不要按個讚 按個訂閱 按個熱推 對我來說都是一大鼓勵 好首先第一套陣容要來看到的就是金絲猴 沒錯這個老陣容了 說說英雄突琪寇格摩巴德 吉林 金克斯 悟空還有歐拉夫 基本上會使四獵手 三靈洞 二保護 二堂翼 最後長度落在T1的位置 前四日 55.9% 吃機率 10.1% 是目前非常強勢的三費賭陣 但是就是要建議獨家再玩 你一定要去觀察外面有沒有同行 有沒有人分裂劍也直接跟他合起來了 還是有合鬼鎖的 也都要稍微留意一下 這一套是目前非常好吃分的三費陣 主要就是受益於金克斯的加強 他的物攻從50點變成52點 以及獵手的加強 甚至的悟空本人也是有做加強的 三星的護盾量從550變成580 雖然說熱修的時候有去回調了 就是一轉就贏還有獵手都有做更動 但強度依舊 出裝部分的金克斯可以去出鬼手巨風箭 鵝魚 紅BUFF 巨殺等等的一切物攻裝備 悟空則是會擔任我們的主壇 給他石像鬼 號戰 贖罪 神石龍爪 那悟空就是至少一定要有一個石像鬼 復興則是可以去養歐拉夫可以給他 試血 血手 夜色這一類的任何鬥士物攻的裝備 復服的選擇可以去拿 致命鬥敵 巨大強悍 戰鬥法師 五級颶風 狩獵 狂熱 一轉就有贏 大禮包 戰鬥崩帶 法因 招待卷 三人型 以及獵手之冠 其實能拿的復服非常多元 看朵拉的道具 三項之力 弟弟寶藏 酷熱打擊 三人成型 還有助攻碑紋都是可以的 而這套陣就是建議要有石像鬼 還有一堆的攻 攻速類型的裝備 再去玩會比較好 而他也有一套變陣 就是你可以用四獵手拼多多 前面的坦克就可以去找塔里克 努努 藍寶 機器人 算是一個比較冷門的阻振方式 大家如果拿到一轉就贏的話 記得也可以去出一些鬥士類型的裝備 就是說 嗜邪者 邪手這一類的 溫馨挺行一下 現在的三費陣有個特點 可是大家也不要就是二三階段 就直接打一個什麼八連敗之類的 然後想說 噢 四之一再去啟動 還是三至五再去啟動 其實這都會有點風險 因為你難保說四階段 有神人他可能 欸 四之二還是四之一的時候 就把他的四位卡抽到惡心了 這時候你的節奏就會很難去打出來 所以前面你去保點血 多點容錯空間 還是現在的一個更好的上分策略 第二套要來看到的就是 保護學者 雷茲 基本上會是四學者 三保護 三傳送 二寶雷 二女巫 重長度落在T1的位置 牽絲率 50.3% 直接率 11.9% 上個版本就蠻強勢的 如果你有拿到一些特定的增幅 或是說你是打連勝的話 這套陣其實上版本就能玩了 也有跟大家做分享 而這個版本就是因為大家都被砍了 而他沒有砍甚至還加強了四學者部分 失誤的魔攻變成了20 迷你優者角色也是buff的一個狀態 所以這個版本的雷茲就會比上個版本更強勢 尤其是現在的保護卡瑪 可以說是直接跌落生炭 就以前你會看到很多的保護戰士 保護卡瑪的體系 現在他們的位置就有點對調了 以前他會更想要去衝 保護卡瑪的體系 現在就會變成是 喔我應該要來玩保護雷茲的體系 保護者的羈絆在14.2的改版的時候 是有做削弱的 但是熱羞的時候把保護者直接回調了 所以大家可以當作保護者是完全沒有動過的羈絆 熱羞的時候還有去砍到傳送門的這個炸彈的基礎傷害 不過影響也不知道說特別的巨大 反正他依然是前期過度很好的羈絆 接著出動的部分 雷茲可以去出法爆 紅buff 黑書石 貓破防者 大天使 電刀等等的一切攻擊裝備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如果你有開到四學者的雷茲 其實基本上都不太需要去出啟動裝了 可以看到推薦的裝備裡面 就只有紅buff 這要算是半啟動裝 不會特意要去出什麼 視性神虧啊 精進啊 又或者說鬼魂這類的裝備 尤其是六學者的話 你就會出的更爆 就是紅buff 法爆這種裝 直接給他塞上去就對了 學者比較需要呢 就是打一個爆發傷害 尤其六學他還能夠回復隊友的血量 所以你的傷害打的越高 回復的生命值就會越高 這也會是學者的核心觀念 而電刀這類的降防裝呢 非常重要 前面你要過渡的時候 都可以先給到雷茲的身上 然後後期呢 再把這件裝 移駕到迷迪歐身上即可 所以迷迪歐呢 就會去帶什麼金鏡啊 電刀哪 水星神虧 藍暴虎 反正等等的一切 比較垃圾的裝備 啟動類型的裝備 都是丟給迷迪歐 而接著塔里克 瑞空 丹肯齊都可以作為我們的主坦 誰先二星 誰就坦 會比較推薦的就是塔里克跟瑞空去擔任主坦 可以給到石像鬼好戰 堅定之星 等等的一切彈性裝備 出狀的順序這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最好優先去出電刀還有紅buff 這類的功能裝備 贏在前期過度 是會比較吃香的 接著呢 再去做我前排的兩件套 因為學者體系非常吃前排的坦度 再來呢 我們才會去找雷茲的輸出裝備 可以去找寶寶或是說死帽 有一個小細節是 如果你今天已經有迷迷歐 那你的雷茲呢 也是有機會直接去帶兩件套就好 等著這個迷流直接去幫你的雷茲發裝備 當然前提呢 就是你的迷流是有啟動裝的 就例如說金井 這服裝真的選擇最好的 當然就是學者之紋 然後這個數據網打開 高等教育跟學者之紋 都是金色數一數二強的 增幅 基本上都是必拿的 其他呢 也可以去拿像是 專屬魔杖啊 招兵買馬 大禮包 戰鬥法師 接著還有這種法師的工具箱啊 高墊啊 四重元金雙排 巨大的強悍 蓮花綻放 還有一些小夥伴也都可以拿 尤其是現在的 彩色的蓮花綻放 表現相當的好 不管你今天是在讀法師 或是說玩這種法陣體系 都能夠直接拿下 最推薦的就是彩色的 而法師的工具箱呢 你的驚人 是可以給到雷茲的身上 魔怨的話呢 則是可以給到 米里歐的身上 玩之戰的仙局的條件 就是最好是 寶血連勝的過渡 然後呢 裝備要對 就你要是任何這種 魔攻類型的體系 你前傾可能合了這種 電刀啊 或是說紅buff 紅buff就是比較通用的裝備嘛 那你能夠搖擺的陣容 就在更多元一點 這兩種過渡的部分呢 比較推薦 大家就是用傳送門下去做過渡 前傾可以盡量去留 柔衣 解析 還有卡薩丁 加里歐 這種傳送門的體系牌 張子儀中間出傳送門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去玩 傳送的雷茲 不用硬綁 一定要是學者 而Barden的時候呢 可以根據你的來牌去做轉換 例如說你的戴安娜呢 就是可以直接取代掉人馬的位置 米里歐呢 可以直接取代掉阿里的位置 摩甘娜呢 就是可以直接取代掉吉林的位置 並且呢 這三隻的無費卡 一星都是可以直接換的 這些無費卡的到來 都能夠更好地去拉高 你的學者上限 還有一個變色呢 一定要分享給大家 就是雷茲 其實還能夠去搭配 戰士的體系 如果說你今天是有一些鬥士專 或者是你就是偷偷比較多 又或者是你就是剛好刷到了 什麼惡心的關 惡心的菲歐拉之類的 那這個時候呢 你其實可以把 關跟菲歐拉 都給他塞進去 他的玩法呢 會跟 保護卡馬 戰士很像 蜜蜜道具呢 可以直接給到 泰肯齊的身上 8等的時候 是沒有時髦德的 等到9等的時候 可以再把時髦德塞進去 他的思路呢 跟蜜蜜的法洛斯有點像 就是羈絆開的 非常的多元 非常的漂亮 這陣我在上版本玩的時候 就有刺激過 強度也是非常的可觀 所以大家可以觀察到一件事 就是現在的 四費辯證 非常的多元 你前期呢 會更需要去保護你的血量 接著是四階段的抽牌 去做各種的靈活辯證 好 第三格要來介紹的是 變形龍族 輸出的英雄有 蜘蛛龍女 斯溫寧扯狗頭 法洛斯布雷爾 什貓德一隻咀嚼 核心的羈絆呢 就是六變形 三龍族 然後二槍手 這種強度落在T0的位置 這套陣容呢 吃居率非常的高 有20.6% 所以如果你大成的話 強度絕對是T0級別的存在 前世率呢 也有54% 這套也是屬於那種 欸 其他陣容都削弱 然後變形有加強 所以他就變成了版本 黑一場主流的強勢症 刺激日 盡天立地 好 最近變形加強了什麼 首先就是生命值嘛 六變形從24%變成了27% 還有伊麗絲以及傑西 本人都是有加強到的 雖然說啦 大哥這個法洛斯削弱 但是上面其實還有一個 超級老大哥 史茅德 他的雙房 是加了15點 也就是說增加了他的生存能力 初裝部分 史茅德可以去出鬼索 巨殺 無盡 正義 巨弓劍 刻槍 等等的物攻裝 而鬼索這件裝是史茅德的必備裝 所以大家可以把他理解成 就是克里斯達 都是很需要鬼索的角色 接著狗頭中可以去出 巡弾法衣 贖罪 等等的一切坦性裝備 而我們的副C會是布萊爾 可以給他 是血者 太坦 血手 水鷹 等等的鬥士裝 初裝順序就會是鬼索 贖罪 神使 以及物盡 這裝置比較關鍵的就是 射手的工具像永恆生長 永恆生長在三之二拿的數據是最好的 二之一拿的話會比較建議 直接去玩毒絕絕的陣容 還有像龍族專精也是比較適合毒絕絕的 其他還有像助攻卑紋 屹立不寮這種都是跟變形師的血量有combo 所以他們都是吃生命百分比 其他比較通用的就是什麼 報仇雪恨啊 小小夥伴 巨大強悍 雙排無劍 奮盾召喚 聯合防禦 無可動搖 那玩這陣的先決條件是什麼呢 絕對是優勢開局 優勢開局來比計 就是你一定要是前期 就在打連勝或是保險的一個打法 爽爽的過渡 直接能夠讓你去滑上八等 甚至九等的時刻 就會是你玩這套陣的時機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這套陣的主C 就會是時髦德 如果說你真的就很尷尬 卡在八等上不去 然後這個時候呢 會有一個辯證的方法 就是直接去養法洛士嘛 所以呢 你就可以用四變形拼都多 然後再去組出三里東的羈絆 這時候你的合裝呢 就會比較傾向法洛士這一邊 又或者說你就是那種刷牌神手 你在八等的時候就能夠去刷到 時髦德又能夠去刷到布雷爾 那當然你就不用說很刻意的去上九等 因為我之前確實有看過 有人在八等的時候就把 時髦德刷到二星了 還有人把布雷爾在八等的時候就刷到二星了 這種事情都是很難說得準的 而變形師這種高血量的陣容呢 都會蠻適合聯合防禦或是無可動搖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的血量都已經夠多了 他們缺的就是雙防 所以今天如果有無可動搖或是說聯合防禦 都是可以直接拿的增幅 前期的過度呢 大家可以去善用咀嚼跟西瓦娜 還有伊麗絲以及突起 開出惡變形惡龍族惡劣手羈絆 在前期的過度上來說會非常的吃香 而且會建議大家有裝就合 不要扣裝 例如說連分裂件這種裝 也都是能夠直接合成的 再來要分享的是杜威加老陣容了 不過現在的打法有些許的變化 他現在的羈絆開到七法師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強力 之前不會到說硬要去開到七法 但現在的七法會是他的直變緩解 最有強度的位置就是T1的位置 但如果你大成的話 當然也是有T0的級別 就是你的小法師還有紋盒師 都三星的很早 然後裝備又都對 諾拉也很早來 那他絕對就是T0級別 前色率51%刺激率12% 這次的改版就是增強了法師的體系 不僅增強了瑟拉芬、加里歐 然後也調整了維加 還有Yumi 但是熱修的時候是有削弱法師的 不過大家如果仔細比對的話 就會發現這個數值還是比改版之前強 所以法師整體來說還是加強的 雖然說維可斯的護盾被砍蠻多的啦 但你們知道嗎? 法師原本是有BUG的 就是法師之前的起始魔力 是會低於原本的設定 現在就是修正這個問題 再來法師還修正了 就是 始法的魔力互動問題 就是為什麼維可斯砍了這麼多的護盾量 但是法師的強度依然是非常的高 出裝的部分 我也可以去拿 藍霸服納、始法暴、死帽等等的一切不公裝備 最好的就是雙啟動加上法強裝 接著維可斯會擔任我們的主坦 可以給他石像鬼、星火號戰、皇冠等等的一切彈型裝備 副C則是建議大家去養納米 可以給他一些功能裝 例如說電刀、紅BUFF、黑書金鏡、藍BUFF等等的 一切的魔攻裝、啟動裝都可以 這種裝置比較關鍵的就是學習魔法 學習魔法 這個我們之前在介紹 阿里的時候就跟大家說必拿的增幅 就是拿了然後直接去賭這個索拉卡 沒有索拉卡賭 那你也可以去賭個阿里 沒有阿里賭 那還是我們來賭個小法師 就是有非常多的魔攻陣是可以去做選擇的 當然你也不要就是禁牌很少 然後裝備也都不對 明明就爆了一堆大劍 然後還要硬碗啦 這種增幅呢 還是要根據你的來牌 還有裝備去做抉擇 接著專屬魔杖阿 法師轉阿 法師的工具箱 好遍手套 弟弟寶藏也都是可以拿的 法師的工具箱要怎麼給呢 就是可以直接都給到小法師的身上 魔藥也是有機會可以給到索米的身上 其他通用的增幅呢 可以去拿戰鬥法師 高電壓 三項之力 大禮包練習 夥伴以及變形 玩這套先決條件的就是有法師的一些裝備 例如說你有藍buff 納死之類的 啟動裝 又或說你前期合了星火 皇冠 還有就是你的維加 以及維克斯 近牌夠多喔 並且外面沒有同行 對任何的毒狗體系 都一定要切記去看一下 外面有沒有同行 沒有任何一種毒狗 是可以接受有同行這件事情的 他都會嚴重的影響到你的遊戲節奏 在玩小法師的時候 也會比較建議大家就是 保險連勝的一個打法 就是真的不要打一個大連敗 會很容易抽崩就直接下課了 如果說你今天是逼不得已得去打連敗的話 會比較建議大家去玩一費的毒狗陣 一費的毒狗陣有什麼能玩呢 就是像索拉卡、瑟拉芬 這就是現在非常好的一套毒一費陣 而且我在該版的時候 也就超快速的分享給大家了 大家可以真的去仔細看一下 強度超高 還有賭狼人的體系也是非常強的存在 這兩個之前都有詳細的介紹過 大家可以去看單部的影片介紹 會再更加的清楚 OK最後一個陣容要來看到就是 克里斯達老陣容了 不過玩法也是有稍微一點點的變動 一點點 基本上都是老配置 然後羈絆會是 五妖精三打熟的寶雷二時空二保護 強度落在T1的位置千四率 49.1%之機率 11.4% 妖精原本在新的版本是蠻大砍的 但熱修的時候有回調了 讓他能夠算在強勢陣容裡面 大家如果仔細去比對過之後 就會發現他熱修之後 回調的數值其實跟該版權就沒有差異到太大 甚至這個卡蜜爾嘛 就是也有加強的 而妖精本身呢 還有加強到的就是七妖精 也就是說 你現在拿到妖精轉 你是更有機會能夠去開出七妖精 而就是要去開七妖精還是五妖精 就是要根據你的狀況去做抉擇 例如說你今天是比較多什麼無非二星 那這個時候當然也就是走拼多多的幾版 你可以是五妖拼多多 就跟你千人打法師一模模樣樣 但如果說你今天是錢很少 你想要走一個CP值高的路線 就可以去搭配到七妖精 因為造價會比較便宜一點 出裝部分 瑞空可以去出十項鬼 好戰 鼠嘴等等的一切台型裝備 然後記得給他配上一個女王開架 再來克里斯堂會擔任我的主C 最好的出裝袋就是雙鬼鎖加上妖精之冠 如果真的沒有辦法去出到雙鬼鎖的話 那就是勉強出鬼鎖加上額獄 反正這隻角色也是必備一件鬼鎖 如果沒有任何一把鬼鎖千萬別玩 迷迪歐只是可以去拿金鏡、四信等等的一切切動裝備 還沒有只是比較適合嗜血加上血手 那第三件就比較隨一點 你可以去給他正義夜色、泰坦等等的一切鬥士類型的裝備 然後記得去出一件軍等法衣 讓你過千百元速度會再更快 最後當次比較關鍵的是報仇學恨 巨大強悍、流亡孤軍加倍下注、中心開始任務以及助攻被穩 沒錯!現在的妖精一樣可以去拿經濟類的征服去玩 他的鎖寫能力還是非常高的 是少數會去推薦大家走連敗的營運陣 如果說你今天是要去玩什麼? 學者、法洛士這種都是建議不要連敗、千萬不要連敗 太難鎖寫了 你只要一刷不好就直接崩盤 而且法洛士或學者這樣子的陣容 都會是很吃前後排、主C、主坦、雙二的質量 妖精的話它就是屬於你只要有單一隻四倍二星 你就能夠很好鎖寫 現在比較通用的征服就是戰鬥法師升級、耐心學習、強制中力雜槍以及無可動搖 這邊給大家一個辯證的參考 就是你可以去拼個五打手或是七打手 接著再去掛上秘密的羈絆 通常是你有打手轉才會比較偏想去玩到這套陣容 克里斯達之前我們有介紹過蠻多次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過渡過程都可以去找一下單步的影片 OK那我們來稍微看一下目前攻略網站上 究竟都流傳著什麼樣的一個陣容 第一個勝率最高就是先鋒路維克 但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這個選用率非常低只有0.07 這種選用率極低的一個狀況就是參考參考就好 因為他的數據很少 但我自己在改版之後也是有去玩過純賭三星的狼人 強度是有的 只是你沒有吸血鬼全杖 還是很容易就是吃爛粉 就可能會比較落在二到四名的一個位置 而有吸血鬼全杖就是直接起飛 接著第二名勝率的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的金絲猴 第三名是這個毒索拉卡有沒有 適修之後還是超級強的存在 這個第一時間就有跟大家分享了 緊接在後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的維加 接著是這個似曾相識 似曾相識是非常強大的一個征服 但他現在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法師要加留 傳授們要加留 先鋒的體系也都要加留 所以你有可能三不老心 這種賭陣還是很吃三星的 所以你一定要去觀察一下外面 有沒有很多人會去卡到你的 加里歐的牌 接著再下來就是變形的體系啦 女巫這一套只是會比較需要女巫轉 你才會去玩 再來是我們版本預測的時候提到的 先鋒賀威 現在的賀威真的是強勢了許多 而且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賀威跟小法師拿的裝備 可以說是一模模一樣樣 就連前排的盒裝都是一模模一樣樣 所以你能夠很好兩個陣容去互轉 就是你可以裝備盒了 然後你發現欸那邊怎麼有同行 欸這個時候 你就會想說欸我後尾好像有個禁隔一兩張 你就可以看要不要直接跑入了 接著有傳送門轉的話 就會比較推薦大家直接去走 高傳送的體系 勝率也是蠻高的51.2% 接著往下滑呢 就是疊落生產的這個祕法洛士 會更吃他的成型度 還有呢你有沒有很早就刷到 齊勒斯這張牌 因為有沒有齊勒斯那個家的血量 差非常的多 接著這個多重打手的賀克林 就是賭卡薩丁賀克林的體系 格拉里的打法呢 就是你不要直接純賭 你最好呢是有拿到學習魔法 然後無數重擊 高瑪莉這種增幅再去玩 他就是之前很強 但現在數據都不太理想 就是這個保護卡瑪嘛 剛剛有提到的 保護戰士的體系 其實表現都不是到太好 而在往下滑呢就還有這個 變形星朵拉跟蛇女的體系 這個壺的話 還是有看過有人玩 雖然他現在的數據表現 看起來也是不怎麼好 不過目前的陣容呢 真的可以說是百花齊放了 所以大家不用太糾結說 欸什麼陣容是完全不能玩的 而是要看你的裝備 還有增幅去做抉擇就好 這也是小怒這一次比賽呢 他採取的策略 給大家看一下他的戰績 他真的是什麼陣容都玩 他是不會特別去挑陣容的 就是這個學者也有玩 然後法洛斯也有玩 克里也有玩 保護戰士的體系也有玩 就是你夠糊的一個狀態 你玩了還是有機會有分的 所以多學幾個陣容絕對不會錯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感謝大家收看 掰掰 觀看